李懦看潤親的主題 我們再來看第九章 赤惡迎之不如其意 便為耀之善埕不可藏寡 今遇滿堂莫之能守 富貴而交 治疑其救 公稅生退天之道 慈而迎之 这也是人很容易犯的毛病 慈而迎之 慈的慈就是固执 我抓的不放 要固执 我一定要这样 一定要那样 要慈 一定要这样 要慈 这就是人很容易犯的毛病 固执 我一定要这样 我这样是对的 要慈 慈而迎之 固执也就算了 固执的人最后一定会怎么样 自满自大 这叫迎之 固执又自大 迎就是满 自满 满出来了 固执 异于言表 你的固执表现在外面 叫异于言表 就洋溢出来了 所以叫迎 好像谁满出来 让人家看得到 在你的言语里面 在你的表情里面 都表现出来 满出来 慈而迎之 显露出来 不如其矣 不如其矣 矣的意思就是 收敛一点 不要这样固执 这样子自我表现 这迎就代表自我表现 固执还要自我表现 异于言表 不要那么爱表现的意思 现在人就是 自己有一点能耐 就一直要表现出来 叫辞而迎之 让别人知道 辞而迎之 不如其矣 收敛一点 以就是意思 就是说 停止的意思 刹车的意思 这是站在客观的角度 因为主观的我们都是 要表现自己 辞而迎之 自己有点才能 就认为自己可以 辞以傲人 然后就要表现出来 但是客观来看 没有人不讨厌这种人 这叫不如其矣 还不如什么表现都没有的人 那个团体里面那种 爱表现 很臭屁的人 讨人厌的不得了 还不如什么事都没做的人 不如其矣 这是站在客观的角度 让我们看 我们有时候很主观 但是从来没有客观的角度看 就发现 你讨厌的那个人 就是自己 自己不自觉就做了这种人 因为人很容易这个样子 自我表现固执自大 很容易这个样子 一直要显露出来 不如其矣 这句话是每个人都有的感觉 不如说 这个人这么谦卑 这么内敛 这个人好 我喜欢这个人 他就算一无表现 也比那个穷表现的好 也不是叫你不要表现 意思就是说 团体里面有两种人 一种人是适度的表现自己 这是最好得其中道 一种人是穷表现的 一种人是毫无表现的 其实大家都怕做毫无表现 但是毫无表现的人 还比那种穷表现的人好 是不是这样 还比穷表现的人好 所以说这叫 十而银之不如其矣 他也不是叫你完全不要表现 意思就是说 你还不如那些没表现的人 还不如这种人 这种人起码还不会讨人厌 不会与人为敌 不会让人家与你为敌 不会树敌 还可以自保 你没办法奉献什么 还可以自保 但是 现在我们的社会就刚好相反了 大家都爱怎么样 爱秀 爱做秀 穷表现 现在父母亲还是叫小孩子 会弹钢琴 趕快弹两下 会拉小提琴 拉两下 亲友来听一听 会翻筋斗 趕快翻两下 穷表现 这个讨人厌 真的表现在外面 把自己的财富表现在外面 怎么表现呢 名牌嘛 穿名牌的衣服 戴名牌的包包 鞋子 像昨天哈尔滨来的那个道琴 十个人我为他们讲了一天的课 因为要成全他们播种 十个人说到台中这边有个什么百货 圆摆是吧 圆摆 去跑了两个小时 需要贫着两百多万 两鞋一双十万块 两鞋 有那么贵的两鞋啊 十万块 我都看到了 都穿在身上了 难看的不得了 只有一个字叫怂 怂 所以就爱表现 没的表现 没有东西 就表现这些东西 哎呦 钱人家哪里知道啊 要穿出来啊 人家就知道了 对不对 此而阴之不如其意 揣而锐之不可藏宝 这个锐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版本 木字边的 应该是这个边 锐之 金字边 当然木字边有可能 意思就是说 以前古代代把那个 揣的意思就是 好像把那个剑磨得很利 刀子磨得很利很利 或者说你也可以说是 把这个竹子削得很尖很尖 很尖锐 很尖锐 那这个当然是 木头大概就是讲竹子 竹子削得很尖锐 或者刀剑磨得很锋锐 磨得很锋锐 不可藏宝 因为它很容易锐呢 就很容易就一折啊 锋锐一折啊 以前古代强调 神兵 神奇的兵器啊 无锋 没有锋 神兵无锋 这很厉害的啊 摸得不割手的 但是可以 斩金断玉啊 可以斩金断玉 这是神兵啊 神兵无锋 那相反你把自己磨得很利啊 就锋锐一折 锋锐一折 所以采而锐之不可藏宝 这是就 兵器啊 所以以前古代人 常常要有这种兵器啊 要打猎嘛 狩猎或者打仗 需要有兵器 他就讲的都是一些常识 我们常常碰到的事情 锋锐一折 神兵无锋啊 这个常识 那我们用这个武器 我们知道 要神兵无锋啊 可是我们做人就不会了 我们做人就变得 越锋利越好 嘴尖牙利啊 嘴尖牙利啊 尖酸刻薄啊 尖酸刻薄啊 伤人伤己啊 锋锐东西 你砍东西很容易让东西受伤 可是你自己也折断了 所以损人损己啊 损人又损己啊 尖酸刻薄 所以采而锐之不可藏宝 那这不能保持长久的 很容易就受损伤折断了 所以我们不要太锋利 当然不只是嘴尖牙利 就有时候你做人 待人处事的那种态度 太锋利 太强硬了 伤人 有人伤人不一定用嘴巴去伤人 他用这种强硬的手段去伤人 这也是一种揣而锐之 那是不可藏宝的 所以好像一时大家都怕你啊 你很厉害啊 所以大家都怕这种厉害的人 但是厉害你能够厉害多久 我们说看你横行到几时啊 看你能够横行到什么时候 不可藏宝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 金玉满堂你守不住啊 你没有那个福报啊 没有那个美德啊 就算有福你也守不住 福德福德嘛 这个福如果是水的话 这个德就是杯子啊 你要有那个杯子你才可以接受这个水啊 要不然你水你没有杯子你也装不下来 所以有这个德啊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 我们都希望金玉满堂啊 金银珠宝啦 美玉啦 哇堆积如山 男生你守得住吗 守不住啊 漫长会道啊 漫长会道啊 会就是教导啊 你教导人家 你来偷嘛 来抢嘛 你把你应该深藏在里面的这种金玉啊 通通堆在你的堂上 金玉满堂 通通堆在你的屋子 所以说两股要深藏若虚啊 一个真正的有钱人要深藏若虚啊 要深深的把自己藏起来 深藏若虚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 你就守不住啊 大家都要攻击你 然后有很多人要来诱惑你 所以那个 什么康师傅那个 他那个老大不是 就骂他的那些弟弟炫富 对不对 炫耀财富 太小掰了 这就是金玉满堂 就守不住 莫之能守 表现自己的财富 所以不要表现自己的财富啊 你守不住的 而且有一天啊 你说你再怎么小心你也守不住 为什么 你会死啊 死了以后你就守不住了 对不对 人死了以后守得住嘛 守不住了 所以干嘛要这些金玉满堂呢 够花就好了 你要这么多钱干嘛 你囤积这些财富啊 就造很多的罪业啊 守不住 下一代也守不住 所以金玉满堂 不要堆在自己家里 要拿出来不失行善啊 整天想要守住这些财富啊 这些皇帝都守不住 像秦始皇盖阿皇宫 守得住吗 一把火被烧掉了 那名城主盖紫禁城 结果呢 那个大殿盖好以后 天火 就是闪电把它给烧了 他还有这个检讨 他觉得自己错了 自己错了 自己不应该炫富啊 炫耀权势财富啊 所以他从中期一生他没有再修建 要到清朝才把它盖起来 太和殿了 最大那三间啊 最大那三间 竟然被雷电批了 天打雷批了 又警告他 警告他说 莫子能守啊 所以有钱啊 最好的做法就是布施 而不是炫富 也不是奢侈享受 因为你守不住 为什么天理就是这样啊 天道啊 天道就是 窺盈福迁啊 天道是会窺盈福迁啊 你太多啦 上千位负责分配啊 太多了他就给你调整 让你亏掉 然后呢 降福给谦卑的人 谦卑的人就是一直奉献的 不争的一直牺牲奉献 窺盈福迁 所以大家不要当守财奴啊 守不住的啊 金玉满堂莫子能守啊 钱是守不住的 要当乐善好施的人 要乐善好施 不要当守财奴 最后呢 重兵把守你也守不住 巫鬼搬运 给你搬光光 重兵把守就守不住 你根本 防不胜防 没办法防得住 所以连秦始皇的阿皇宫都被烧掉了 更不要说别的 富贵而交至宜其咎 富贵 富贵没关系 不要骄傲 越富贵 越要乐善好施 越要谦卑好礼 所以说富而好礼 子供问孔子啊 富而不交如何 他说一个富贵的人 如果不骄傲好不好 当然好啊 但是孔子说 不如富而好礼 不只要不骄傲 而且还要好礼 还要礼贤下使 还要礼尽 先佛神明 要礼 富而好礼 如果大部分人不是 富贵就炫富 富贵而交 就骄傲 瞧不起穷人 至宜其咎 这时候呢 自己来摘祸 咎就是过错的意思 而且宜其咎的意思就是 宜获子孙 这个糟糕就是在这里 没办法折疾子孙 要霍颜子孙 霍颜子孙 这才可怕 这就自宜其咎 霍颜子孙 要富贵而骄傲的人 所以为什么说富不过三代 就是这样 灾祸会传到下一代去 所以富贵很可怕 富贵很容易骄傲 你富而不骄 富而好礼的人很少 非常少 因为富贵人都骄傲 我们看那些大企业家 很少有不骄傲 不骄傲就很难 不要说是好礼 谦卑千功有礼的 更少 大部分骄傲都写在脸上 看着就是要给骄傲自大的人 所以富贵而骄傲 至宜其咎 功税身退 天之道 为什么不能骄傲呢 因为鬼神骇淫乎千 这个鬼神最讨厌骄傲的人 傲慢自大的人 所以他会去损害这些傲慢自大的人 淫就是傲慢自大 损害这些傲慢自大的人 而降服给了谦卑的人 这是孔子说的 孔子在《易经》里面说的 鬼神骇淫而浮潜 所以说受害 甚至获言子孙 自宜其咎 因为你自己富贵而骄 所以下一代都没有得到上天的祝福 所以品性都越来越差 功税身退 天之道 我们人生要做的事情就是功税身退 就是行功利得 功在设计造福社会 然后不增功 做完以后就退 不居功 这是天之道 这才符合天道 功税身退天之道 就像那个白水老人一样 果位不瘦 这是天之道 一辈子牺牲奉献 抛家舍业 然后回到天上以后 然后母封的果位不瘦 婉拒了 永远的白水老人 不过这些后学受不了 他不受你们 非要封他一个圣地不可 这是后学封的 那不是老母封的 大家都好怕 白水老人都没有果位了 我们回去不过通通都变成 这个老人那个老人 所以他这个就符合功税身退天之道 真的天之道 好 您看看 这一小章里面 把我们人的毛病习气 通通都讲完了 对不对 痴而淫之 有一点才能 家有必走响以千金 一天到晚作秀表现 自己没有才能 也要叫自己小孩子来表现一下 痴而淫之 小孩子会唱歌 唱给大家听 在家里唱有什么好 跳舞 赶快跳给大家看 弹钢琴 对不对 赶快弹给大家听 好有面子 表现出来 所以痴而淫之 这是毛病 揣而淫之 嘴尖压力 风润得不得了 小座也没输 揣而淫之 金玉满堂 最好越有权越好 不懂得牺牲奉献 富贵之后就骄傲自大 大概众生的毛病都在这里 所以要点出结果是怎么样 结果就是 保末之能守 自宜其求 或言子孙 今天就讲这两章好了 有没有什么问题 大家提出来 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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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